嘿大家好我是尚恩 相信大家最近看到許多關於八一二傳說了的公告 可是就像初衆女一樣搞不清什麼是八一二傳說了 那可別擔心 我們來為大家說一說什麼是八一二傳說了 並且八一二傳說呢會帶來什麼樣的活動跟獎勵 那八一二傳說了呢 它就類似王子榮耀的五五開黑劫 什麼是五五開黑劫呢 簡單的來說它就是每年一次 官方會把海量的福利送給玩家 就像是兒童節是給兒童慶祝 那五五開黑劫呢就是給王子榮耀的玩家慶祝 那這樣來說呢觀眾朋友們是不是就恍然大悟 哦原來八一二傳說了呢就是給 傳說對決的玩家們慶祝的一個節樂 那我們來看看這一天獲得什麼福利 首先呢第一樣是只要在八月十二號當天登陸並且對戰呢 就有機會贏得一台iPhone 那抽獎的方式呢是 對戰的時候有機率掉落寶箱 並且寶箱內呢有機會開的十台iPhone 7 Plus 那根據官方能知道呢 這台iPhone是 有獨家的雷射刻印 就是傳說對決獨家的限量版iPhone 感覺這台會蠻酷的哦 如果觀眾朋友們抽到呢 可以 考慮拍照借給我看看 一度風采 那再重生一次呢 這個活動只在八月十二號當天 的二十四小時以內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個活動 即使八月十二號當天呢 只要對戰就有機會抽到傳說水晶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抽iPhone的寶箱 在八月傳說的當天對戰掉落的寶箱呢 除了可以開到iPhone之外 還有機率開到傳說水晶 那傳說水晶基本上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呢 他平均要四五千塊台幣才可以抽出來 因此呢 抽到傳說水晶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並且呢我們等等會提到下一個活動 就是當天呢 的傳說水晶的商店會開啟兌換所有的造型 那我們繼續看下一個活動 那下一個活動呢 就是只要在八月十二號當天登陸 就可以免費英雄八選一 並且免費的造型十二選一 那以這個組合來說呢 我的賬號我應該會選愛麗絲跟 可能是朗伯或歐米茄的造型 那這個活動呢 看的還蠻佛心的喔 我們也可以把我們的小號來 來開起來領一領造型跟英雄 如果小號沒有限制的話呢 說不定可以多開幾個小號來多領幾隻英雄 那這個機制呢 詳細還是要看官方當天的公告 我們繼續看下一個活動 那也就是說呢 只要在八月十二號當天 所有的英雄呢 都免費試玩 他說除了最新商家英雄 最新商家英雄 有可能是 特拉娜斯或者當天商家的新英雄 那這點呢 也不太確定 反正呢 就是可以限免玩所有的英雄 也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可以體驗一下呢 觀眾朋友們想要買的英雄 在買之前呢 先好好的玩一玩 測試一下技能組 跟自己的個性是否合適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活動 接著呢就是 傳說水晶的商店大復刻 就是之前已經上架過的造型呢 也會重新再上架一次 那我們繼續看下一個活動 下一個活動呢 是八一二當天 所有的對戰經驗值 都會變成200% 那看來八一二傳說的呢 也是一個練小好的日子 那我們繼續看下一個活動 那最後呢八一二當天 可以抽到一個最低一折 就是打90%折扣的神秘商店 如果真的抽到一折呢 那可是非常便宜啊 有點半買半送的感覺 那八一二傳說日的當天活動呢 大致已經差不多結束了 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些美樂登陸 跟累積千刀的獎勵 活動詳細呢 可以到影片的說明點 連結到官方去看詳細的公告 那以上呢是我帶來的 八一二傳說日的實戰解說 那八一二傳說日 過得好的關鍵呢 在於我們要充分的休息 做好準備 以清晰的拿袋 跟足夠的體能 去迎接這一天 那最後祝大家幸運 可以抽到你想要的iPhone 或者任何東西 那我是尚恩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